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猎人四位主角当中 内心成长最多 并且也是最让人动容的角色 奇亚骤迪克 这个总是过度冷静极具惊艳的杀手 遇上天生开朗如同阳光耀眼的小杰 两人是如何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奇亚又是如何从因为太害怕 对朋友见死不救的人物 转变为即使获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守护伙伴的动人角色呢 这个连续三次获得冷气投票第一名的奇亚 究竟有多迷人 那我们就立刻开始 奇亚人物传的影片吧 首先就来说说奇亚年幼时的经历 他出生于世界文明的咒迪克杀手家族 一出生的那一刻都以培养成转业杀手为前提 那地狱般的残酷锻炼方式 如严刑拷打、殿疾甚至不断被喂毒 这让奇亚锻炼出异于常人的强大身体 但让他的父母与爷爷最期待的就是 奇亚身上潜藏着远远超越历代族人的惊人才能 六岁起奇亚就独自执行暗杀任务 在父母与兄长扭曲的爱与期望之下 更是成功激发出奇亚黑暗的一面 不只是能发挥出自身的潜能 更有着冷血令人绝望的杀意 奇亚就是所有孩子当中 拥有能够成为咒迪克继承人的优秀资质 在这个杀手不能有朋友 眼中只有任务的冷血家族当中 奇亚那天生开朗喜好交朋友的性格 也像是幼苗般逐渐成长 这完全与宙迪克家族的观念背道而驰 朋友这个词被视为懦弱 并且可能害死自己 在证明为爱实际却是控制的想法之下 家人们都一致默许 由操作系的叶尔迷将念真植入奇亚的大脑 这个念真实际上就是让奇亚 在所有战斗中的胜率 无法达到100%就选择逃走 不知道何为真正家人与朋友孤独活着的奇亚 就连等等会提到越人无数的比斯吉也曾经说过 这个孩子曾经活在地狱般的生活 现在还能露出开朗的笑容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2岁的奇亚对日复一日的杀人 以及没有任何亲情的家人感到厌倦 他始终渴望着交朋友 与过着正常人一般的生活 最终奇亚无法压抑心中的想法 与家人说出我自己的未来要自己决定 当然这自然被神经质的母亲阻止 于是奇亚刺伤母亲与二哥便离家出走 就当他听说猎人试验极度困难 并且充满挑战 就抱持着玩游戏闯关的心态前往 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成为赏金猎人 将自己的家人一网打尽 连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然而这个前往猎人试验的选择 也让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朋友 在这个猎人试验当中 所有人都是竞争对手 不是充满死气沉沉的敌意 就是充满斗争的厮杀 奇亚在这当中 发现了让自己好奇的三个人 充满活力的大叔 耿直呆板的小孩 以及冷静沉着的家伙 这三个人之间 温暖和谐的氛围 与周遭其他的人完全不同 奇亚就果断与他们一起同行 这个恰好与自己同年龄的小杰 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 深深吸引着奇亚 在前往下一个猎人试验会场时 足足跑了60公里的雷欧里 最终因为疲乏而放慢脚步时 小杰却停下脚步望着雷欧里 即使奇亚说别理他赶快走吧 但小杰依旧坚定地等待着 他深刻明白雷欧里一定会跟上来 这份重视伙伴的举动 也让奇亚对于小杰感到更加有兴趣 在之后的关卡当中 无名考生只能让三人通过 所有伙伴将开始互相斗争 小杰却还在想与伙伴们 一起通过猎人试验 12年当中 奇亚从来没有交过任何朋友 总是独自然承受寂寞与孤独 对于友谊更是充满未知与好奇 小杰则是任何行动都以伙伴为主 善良毫无理由地相信他人 这份耀眼的光芒逐渐照亮了 奇亚内心的黑暗 不过同时也让他觉得刺眼 就在猎人最终选拔时 当他听见猎人试验考官给出的评分 自己的印象值竟然低于小杰的那一刻 奇亚却表现出不解与嫉妒 甚至就当试验中 伴藏放水让小杰胜利 奇亚却依旧追问 为什么不用更加残忍方式逼小杰认输 得到的结果却只是 我很欣赏小杰 就连周周的人也能看出 奇亚不服输的竞争心态 就当奇亚在最终试炼 将与吉塔赖苦战斗 借此取得猎人资格时 这个考生却突然摘下脸上的身 原来吉塔赖苦就是自己的大哥伊尔弥 原本冲龙应战的奇亚 也瞬间被吉发凉 伊尔弥对于资质优异的弟弟奇亚 有着恐怖扭曲的爱 他甚至认为奇亚以同等的爱 深爱着自己 他想让奇亚成为奏敌克的继承人 但同时有法克制内心 想要完全掌控奇亚的冲动 他开始对奇亚洗脑 你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黑暗傀儡 只有杀人才能感受到快乐 这里在伊尔弥的暗示当中 我们也能够知道 奇亚那嗜血的黑暗面 就是父亲与伊尔弥特别教育下的最高杰作 奇亚享受过于好友的这段欢乐时光 才知道自己曾经身处于地狱 他鼓起一丝勇气 反抗说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自己厌倦杀人 想要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更想要和小杰成为朋友 朋友对奏敌克家族来说 不只是多一个情感上的弱点 更可能成为在背后插自己一刀的背叛者 所以朋友对奏敌克来说 就是脆弱一词的象征 伊尔弥却立刻戒着 刚才奇亚嫉妒的反应不断引导说着 你并不是想和小杰交朋友 而是在观察那些太过于耀眼的行为 你其实是在想终有一天要杀了他 因为你天生就是个杀手 这些话不断翻搅着奇亚曾经杀人的恶心回忆 同时伊尔弥不给予奇亚任何喘息的空间 立刻说出打倒我 否则我就杀了小杰 奇亚脑袋的念真 与伊尔弥散发出的压迫感 让无助的奇亚害怕到选择认输 虽然伊尔弥事后说说只是在开玩笑 但这无疑是他对于奇亚控制的全胜 伊尔弥不止完全抹杀奇亚刚萌生的真实情感 更让奇亚如同行尸走肉般 谁杀了另一名考生就独自回到周迪克家族 面对到伊尔弥所给的恐惧与压力 尽管让奇亚害怕 不过让他真正崩溃的是 自己的好友小杰要被杀 奇亚却只能在原地发抖毫无作为 他不止对自己失望 同时也明白了我根本不配拥有朋友 回到周迪克家族的奇亚 自愿接受先前刺伤家人的惩罚 这样不断被二哥鞭打的酷刑经过数周之后 奇亚得知小杰三人前来找自己 但最终只透过家人传话表达自己内心想法 这些话并不是因为囚禁不能见面 而是奇亚认为自己 根本没有成为小杰一行人朋友的资格 曾经与小杰相处 是奇亚人生最开心的欢乐时光 这让他成为珍惜伙伴懂得体贴的人 现在他的内心已经不是兄长或是父亲口中说的黑暗傀儡 就当二哥弥姬对奇亚当时刺伤自己极度不爽 威胁者要命令管家杀了奇亚的三个朋友 这一刻奇亚尽管露出黑暗的一面 但这次却是要保护自己真事的朋友 伤害与杀死家人是咒迪克的大忌 不过奇亚这时却是非常认真说着 弥姬你敢对他们动手我就杀了你 之后奇亚的爷爷亲自来放走奇亚 杰诺、咒迪克是实力顶尖的杀手 他与猎人会长尼特罗是生意上的伙伴 在慈祥的外表之下 能够施展300公尺的圆 就连坏女团的信长 也仅仅只能使用无视刀所及范围的圆 光是这几点就足以展现他的实力 其他兄弟都能明显地看出 爷爷对奇亚总是特别慈祥 并且疼爱有加 杰诺不只是通勤达理 更是咒迪克家族当中 除了奇亚与阿路加以外 最具人性的角色 奇亚能走出监牢 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因为杰诺的关系 最终奇亚与现任咒迪克当家见面 也就是他的父亲西巴咒迪克 这充满令人窒息的树杀之气 特别是那树童的双眼 在动物界当中通常只出现于 夜间狩猎动物身上 这更显得奇巴令人发痕的魄力 由于宙迪克历认当家都是银白法 这很有可能就是家族当中 最强血缘的证明 现在奇巴如同慈祥的父亲 他深刻明白 有上一代所教授的杀手教育 可能不适用于奇亚的身上 于是他想听听自己的孩子 交到朋友有多么快乐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如同真正的父子 处席常谈 他从奇亚离开的时间已经仔细思考 明白了尽管奇亚是自己的孩子 但也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最终他允许奇亚离开出去闯闯 最终奇巴要奇亚立下誓约 那就是绝对不能背叛朋友 这看似眼里却慈祥的好父亲 却在奇亚离开后表现出令人发寒的笑容 我个人认为奇巴依旧想要奇亚成为杀手 甚至是黑暗傀儡 毕竟当初他也默许一耳迷使用念针 至于他让奇亚出去闯闯的主要原因 可能就是目前依旧保有人性的奇亚 在执行任务时可能多一份致命的犹豫 另外奇巴也有可能是想要让奇亚对友谊彻底失望 明白朋友根本就不重要之后 奇亚自然会回来 不过这时的奇巴并不明白 小杰身上所闪耀的光芒 逐渐照亮奇亚心中的黑暗 就当见到小杰的那一刻 尽管奇亚调皮说着 库阿皮卡与奥利多也在啊 但事实上他打从心底 真正开心有一群好朋友 因为周迪克一族20年来当中 基本上树敌无数 因为是杀手家族 也让人避而远之 能够有勇气成为朋友的人少之又少 奇亚对这些不畏惧死亡 甚至能进到周迪克家门前的朋友 绝对是非常感动与珍惜 也不自觉让人替奇亚感到开心 就当现在小杰的目标是给西索一拳 并且将当时猎人试验 被施舍的号码牌还给西索 奇亚自然也认为只有天空竞技场 能够提升实力的同时还能赚取金钱 两人一路过关斩将 不断爬升到50楼 遇见了新源流派的窒息 这时只想依靠手刀爬上150楼的奇亚 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击倒窒息 并且这个孩子还散发出 不同叶尔迷令人业务的气息 尽管奇亚最终胜利却同时明白 那股力量绝对是真正变强的关键 你念是将生物体内所产生的气 掌握后作为防御与攻击的能力 那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 之后有机会再来完整解析念的四大型与六大戏 小杰与奇亚能够学会念的关键 那就是新源流派的云谷师傅 新流源的云谷其实是小杰 猎人最终秘密失恋的师傅 在这里巧遇两人也是为了教导 当成为猎人的小杰什么思念 至于奇亚没有取得猎人资格 为什么能够学习 那就是因为尼特罗会长 特别同意云谷传授才得以学会 顺带提云谷还对奇亚真心说着 你很有成为猎人的资质 假如再次参加猎人试验 肯定会轻松通过 这突如其来的称赞与肯定 让一向对自己实力充满信心的奇亚 害羞到脸红 其实在天空竞技场时 奇亚早已察觉200楼的挑战者不怀好意 他们果生在场外偷袭致喜 打算以他的生命作为妖邪 一刚学会念的自己 以及小杰比赛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胜利 进而成为楼主 事实上假如是过去的奇亚 可能就直接杀掉这几个选手 不过他早就打算改邪归正 所以才会以黑暗面的姿态做出警告 他无声无息出现在对手的房间 并且做出警告 假如再次对致喜与小杰出手 随时可以取你们的性命 这些举动表现出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奇亚的转变 他再也不会像之前 因为控制不住黑暗面而想杀人 现在的他是保护身边的朋友 才会因为愤怒展现出令人恐惧的杀手能力 第二个重点就是奇亚即使不用念 就可以对念能力者出手 面对念能力者奇亚 光是从过去学会的暗杀术 就能无声无息夺走对方的生命 甚至在比赛当中 也始终带着微笑轻松取胜 最终小杰达成了目标还给稀索人情 奇亚也随着小杰回到了家乡 金鱼岛 这段时光奇亚过着 从未有过蒙寐以求的日子 他从以前就渴望着过上一般人的生活 这段欢乐的时光 满足了奇亚从没拥有过的幸福 在过去除了杀人以外 就是在锻炼如何杀人 那种地狱般的日子 让奇亚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家人 直到遇见了严厉却温柔无比的米特阿姨 使奇亚露出这个年纪该有的笑容 这时小杰突如其来直率的告白 跟奇亚在一起很开心 以后也要一直在一起 这完全让傲娇的奇亚脸红 在这段短暂的休息时光 也让奇亚有了更加温柔的转变 在旧版猎人第46集当中 新增了漫画没有的剧情 有更多奇亚与米特阿姨之间的互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现在的奇亚与小杰前往有客新式 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买到 可能藏有一丝金线索的游戏 贪婪之岛 就在奇亚过着与朋友享受自由的生活 曾经不敢拯救朋友的悔恨与自责 依旧缠着他 就当两人为了追捕欢迎女团 借此赚取赏金 却因为明显不足的实力差距而被抓住 面对到小杰差点被飞毯杀掉的那一刻 奇亚依旧被身后的吸索 吓到不敢动弹 在当时猎人试验 自己就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这次又重蹈覆辙 那种对自己失望的无力感 再次袭来 燕民所说的话更是不断在脑海出现 原本信长只是想要两人加入欢迎女团 假如团长看不上自然就会被放走 不过内心剧烈动摇的奇亚不断向前 想要证明自己一定不会对小杰见死不救 不过他在最后一刻依旧被恐惧打败 这份强烈的不甘心与自我怀疑 竟然让奇亚决定用命来挡住敌人的刀 要小杰趁自己断气之前先逃走 这个想法却让小杰生气地打了奇亚一拳 对于小杰来说奇亚是最要好的朋友 绝对不能把牺牲自己这种话挂在嘴边 由于两人的互补性格最终让奇亚冷静下来 一同想到更好的策略最终成功逃出 奇亚在过去总是分析情势 带着小杰从危机全身而退 这次相反的是由小杰拯救了动摇的自己 奇亚也明白小杰对于朋友的定义 那就是彼此依赖而不是单方面牺牲 这个想法也渐渐改变了奇亚 就当两人得知坏女团正在找锁链杀手 善于思考推理的奇亚 也光靠这两个线索就推测出锁链杀手 就是库拉皮卡 第一对女团的仇恨 第二总是独自行动 就当奇亚与小杰终于联络上库拉皮卡 并且说出想要帮忙追捕女团的成员 但换来的却是被库拉皮卡大骂着 这太危险是在找死 小杰与奇亚尽管想要抓到坏女团 赚取赏金买贪婪之岛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想要拉着始终独自行动的库拉皮卡 两人不断被库拉皮卡拒绝 这让平时冷静的奇亚 却非常难得生气的说着 既然你不把我们当朋友看待 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你拖进来帮忙 反正最后是由小杰冷静处理善后 他如此生气也能代表着奇亚 对于伙伴的想法改变 假如是以前的奇亚 甚至对手的实力与自己相差太多 肯定会拔腿逃跑 这次他却不想让库拉皮卡独自面对 拥有十米以上 并且有着恐怖实力的幻影旅团 奇亚甚至还要求插入束缚小纸链 来保护库拉皮卡的能力 这更表现出四人将生命 紧紧吸在一起的羁绊 就当被受信赖反而还觉得害羞 之后就当计划失败的那一刻 奇亚却选择保护团队最强的库拉皮卡 他克服恐惧 自愿成为旅团手上的人职 这些都是奇亚逐渐体会出 不是只有选择牺牲 而是只有一同扶持才能成为伙伴 现在的他可以说是真正融入团队之中 那因为之后的气氛主要都是在库拉皮卡身上 大家想要明白起亚被解救的过程 可以看看我制作的库拉皮卡人物传 当然两人最后并没有抓到欢女团的任何成员 自然也没有赚到58亿的天文数字 买到贪婪之岛 不过小杰却早就想到 可以透过自己的猎人身份 替雇主破关游戏 但是即使两人全力散发出的恋 却被认为实力不足而被拒绝 事实上对于念能力者来说 奇亚与小杰可以说是快速学会的天才 但是我们反观霍拉皮卡的企业锁链 以及旅团成员的各种能力 就能明白两人仅仅还在初学者阶段 只会念四大型当中的残觉恋 唯一缺的就是发 这意味着将自己所属念能力的系 发展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招式 奇亚所属的变化系可以将自身的气 转变为任意的性质与形体 例如西所具有粘性与弹性的伸缩自如的爱 以及马奇能将气改变为丝线般的念线 奇亚早就决定将自己的气变化为电力 由于他从小就接受残忍的酷心 基本上强大的电流对奇亚来说 虽然疼痛但不至于会失去意识 他利用能使人晕厥的强大电压 储存于自己的念当中 最终用自己的气转化为电力施展招式 这是只有从小接受电信拷问的气压才能学会的招式 缺点就是使用前必须充电 就当两人取得资格进入贪婪之岛 却发现这款猎人专用的游戏 通关的方式就是一步步收集全部的卡片 不过渐渐的玩家利用武力来抢夺 把小杰父亲引以为傲的游戏 变为杀人抢夺卡片的犯罪天堂 这导致许多的玩家纷纷自组团队 除了更加安全以外更能分享卡片 小杰对已经偶心力写的游戏被评价为杀人游戏 自然生气的不参与团队 气压也毫不犹豫跟着小杰离开 他看得出小杰愤怒的情绪并且说着 尽管杀人是种方法 不过我们就依靠游戏中的卡片与咒语来通关 小杰感受到气压无条件的支持 这一刻他真诚的说出 气压谢谢你 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事实上这些话对气压来说 才是自己内心深处想要对小杰说的 因为就是小杰从黑暗深处将自己拯救出来 接着在游戏当中 两人遇见了重要的导师比斯吉 这个女孩突然现身 说要当自己免费的导师 谨慎充满戒心的气压自然不能接受 不过在暴力的胁迫之下 以及得知比斯吉是云谷师傅的师傅 看着那惊人的体数与身不可测的实力 两人就接受了实际年龄57岁 修炼念40年比斯吉的指导 在这段修炼的时间 吉亚也返回原来的世界 轻松描杀1000多位考生取得猎人资格 他们对于念的掌握如同飞跃般的提升 最终也几百杀人抢夺卡片的炸弹模 就当小杰通关贪婪之岛的下一步 就是去见见自己的父亲金 并且向金介绍自己最好的朋友吉亚 不过金才不会让小杰如此轻易地找到自己 于是摆了一道先让小杰遇见凯特 他是专门研究动物的异星猎人 所有的念能力都是由金所传授 他们意外发现了如同人一样大的危险物种千和宜 并且开启了更加凶险的旅程 这里我先来说说千和宜 这是源自暗黑大陆的危险物种 能够吃下比自己体积大的生物 借此获得该生物拥有的特性 奇亚与小杰面临到的却是能吃下人类的千和宜 不只具有人类意识 更拥有昆虫般坚硬的肉体 就连两人使用念能力也无法直接战胜 更令人绝望的是千和宜之后也掌握了念能力 就当三人越是接近千和宜的巢穴 突然凯特大吼着要小杰与奇亚赶快逃走 话一说完一道黑影 立刻从无法感受气息的远处 瞬间抵达了三人的眼前 凯特的断臂直接飞出 这个生物散发出自己从未感受过的邪恶气息 甚至远远强于大哥与西索 小杰这时因为伙伴的手臂被砍断而失控 经验丰富的奇亚立刻就明白 在千和宜面前 自己与小杰犹如指尖上的蚂蚁一捏就碎 他本能地将想战斗的小杰打晕 这时凯特却依旧冷静地说着 正确地判断马上带小杰逃走 奇亚立刻转身用尽全力逃跑 从夜晚奔跑到天亮的奇亚 对自己当初信心满满感到愚昧 之后前来之源与会长一起抵达的莫老五 更是折备着奇亚 被对方的气吓到逃走比苏家还不如 这时的奇亚感到非常不甘心 但让他更自责的是对于凯特的见死不救 就当之后面对到醒来的小杰 他带着充满希望的眼神说着 谢谢你阻止了我奇亚 凯特一定还活着 我们要变强并且回去救他 光是这短短的几句话 就让沮丧的奇亚充满希望 但小杰越是如同光的耀眼 更是让奇亚觉得 自己没有资格待在他的身边 奇亚面对到强者不是想着要打赢 而是思考如何全身而退 这是一个迷从小教导奇亚的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胜率就逃走 这与即使没有胜率 也拼尽全力的小杰完全相反 前来指导的比斯吉也完全看穿这一点 他直率对着奇亚说出 你终有一天会对小杰见死不救 假如法战胜秀托 就从此离开小杰身边 就当奇亚真正对战秀托的那一刻 对手能为之的念能力与超越自己的气 尽管奇亚能够使用 重达50公斤的合金溜溜球一一挡下 不过叶尼的声音 始终在脑海中回荡 这一丝想要逃跑的犹豫 就让奇亚的左脸被击中 暂时失去左边势力的奇亚 深深陷入内心的恐惧当中 这时他想起假如不打赢秀托 就必须遵守约定离开小杰 奇亚舍弃任何的想法与战术 打算用尽全力使出雷掌时 却被秀托看穿而停下脚步 才刚鼓起的勇气 瞬间就被无法克服的恐惧击溃 事实上奇亚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外伤 但在心理上他却是完完全全的战败 最终小杰与奇亚纷纷败给莫老五的徒弟 不得前往千和宜的任务拯救凯特 这时深刻明白自身实力不足的小杰 流下了不甘心的眼泪 对于自己的好友如此悲伤 奇亚更是显露出无能为力的沮丧 目前小杰因为拿骷髅的能力 而陷入无法使用念30天的时间 奇亚发誓拼死守护小杰 并且决定在30天后自己默默离开 就当千和宜渐渐往人口多的城市推进 奇亚将敌人吸引到郊外打算独自对付 但是奇亚依旧无法违背伊尔弥所下的暗示 在逃跑与保护朋友之间不断痛苦拉扯 他即使单方面挨打也要留下来 因为小杰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 最终比起伊尔弥的恐惧 奇亚更害怕失去小杰 他最终取出埋藏于脑中的念针 如同重生般的奇亚 挣脱伊尔弥与家人掌控 不再畏惧强敌的他 自然释放出浅藏于自身的实力 并且变回原本内心情感丰沛的奇亚 我认为奇亚把楚念针后有非常大的改变 不过在千和宜的篇章当中 剧情交错并且缜密 比较难直接看出奇亚的变化 我们就从奇亚遇上一家路哥开始说起 这个角色一家路哥尽管是千和宜 却一点都不试血从未杀过人类 与水底下不分敌我照吃不误的千和宜完全相反 就当奇亚迅速抓到像是章鱼的敌人 并且用丢下湖底作为要挟逼问情报 这时一家路哥却从害怕到露出坚定的眼神 仅仅说出我不会出卖伙伴就立刻松手 现在的奇亚拥有饱满的情感 无法对如此重视朋友充满人性的章鱼见死不救 这个帅气的举动也使一家路哥动摇 他为了回报奇亚的恩情 最终违反团队的命令 就下了满身世伤的奇亚 世上一家路哥始终追求的 并不是像千和一样对同类竞争与残杀 他真正梦寐以求的是 可以互相依赖与信任的友谊羁绊 数天后痊愈的奇亚 却早已将他视为自己的伙伴 那轻而易举说出的 走吧要把你介绍给其他的伙伴 在一家路哥的眼中 奇亚也如同光一般的耀眼 那边奇亚灾念能力更是有着巨大的转变 我们都知道奇亚在过去 面对到气大于自己的对手 基本上都是害怕到不敢出手 现在的他就像释放了 一直以来压缩的弹簧 发展出超越许多强者的念能力 首先来说说奇亚原本就会的雷掌 这是近距离将气转换成电力 能够让对手麻痹无法动弹 若雷就是在远距离 将雷电集中于一点 并且强力释放 尽管消耗的气大于雷掌 但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接着就是奇亚除掉念针后 在生死一瞬间所发展出的招式神术 将电流集中于自身 做出超越人类极限的动作 并且分成两种应用剂 电光使火是全力增强速度与力量 通常用于远距离的快速行动 疾风迅雷 藉由感知敌人的气 并让身体自动做出反击 是一个完全碾压敌人的最快招式 就当奇亚与小杰 终于找到伤害凯特的仇人 妮菲比多 事上小杰 先前就已经见到被控制的凯特 周遭的人也能轻易看出 这只是失去生命的傀儡 感官敏锐的小杰自然也是明白 在这里的剧情尽管没有明说 但看到凯特这副惨样 以及不用进食就能存活 大致上所有人应该都也明白 凯特已经死亡 不过小杰打从心底 欺骗自己凯特能够治好 现在妮菲比多 伤害凯特的画面历历在目 他无法压抑愤怒 将要杀害 正在发动念能力 毫无防备的妮菲比多 在一旁的齐牙也深知凯特已经死亡 并且他从一见到傀儡的那一刻 就知道小杰总有一天 会因为自责与愤怒失去自我 这时齐牙能做的 仅仅只有拖延即将暴走的小杰 他要小杰冷静并且说着 假如杀死妮菲比多 凯特就无法恢复原状 这些话自然也让小杰冷静下来 但同时齐牙也得到小杰冷漠的回答 齐牙真好可以保持冷静 因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些话就像是在指责 自己置身世外的冷血无情 一生直直刺进齐牙的内心 他明白这些只是小杰的一时气话 让齐牙真正崩溃的是 自己无法守护小杰遍体鳞伤的心 之后就当齐牙 见到舍弃一切 也要杀死比多的小杰 他立刻就明白 那是用崇敬以后的生命 所立下的誓约 才能得到墙上数十倍的身体与力量 就当小杰因为透支生命 身体恶化到一生无法治愈的程度 就连除念时也没有能力 去除小杰身上的誓约 在病房外的齐牙 依旧因为当时的话而伤心 不过他明白 只有自己能够救回小杰 并且一定要他亲口跟自己道歉 于是齐牙做出了最危险的决定 那就是背叛家族 这里必须提到被监禁的家人阿鲁加 他是在宙迪克家族当中排名第四的弟弟 不过其他总是叫阿鲁加妹妹 这部影片就不特别讨论阿鲁加的性别 他的身体埋藏着来自暗黑大陆的拿尼加 只要某人答应阿鲁加的三个请求 这时拿尼加就会出现 就可以向他许下任何的愿望 不过愿望越大 下一个人需要付出的请求也越可怕 假如不断拒绝请求 就会造成身边无数人的死亡 当时最严重导致了67人同时死亡 包含被请求者的同事、同学又或是家人 咒迪克的家人们认为 齐牙会让其他人取下治好小结的许愿 最终就是由自己选择承受代价 最严重甚至可能导致 咒迪克全族人一瞬间被扭成漏泥 于是他们派出叶尔明 前往主旨逃走的齐牙 甚至可以不惜代价将阿鲁加杀掉 但事实上阿鲁加就是一个孩子 并且他与体内的拿尼加有着不同的人格 两人的共通点就是最喜欢齐牙 因为从小只有齐牙陪阿鲁加玩 也只有齐牙没有将拿尼加当成怪物 我们也能看见齐牙面对到阿鲁加 才会如同整整家人般露出开朗的笑容 阿鲁加这个角色就是象征齐牙最充满人性的一面 最终经过重重危机两人抵达了小杰的身旁 齐牙则直接命令拿尼加治好小杰 则完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就可以达成任何的愿望 主要原因就是拿尼加最喜欢齐牙 这是只有齐牙才知道的重要秘密 就当他们治好了小杰 齐牙为了让阿鲁加自由 不再被利用与监禁 于是他对着拿尼加说 再也不可以出来 这时拿尼加却不断重复着 我喜欢齐牙 在齐牙脸上那份短暂 不舍动容的表情 不过他还是大吼着要拿尼加 再也不可以出来 之后就当阿鲁加醒来 却把齐牙臭骂了一顿 不断说着拿尼加正在哭泣 齐牙也才明白阿鲁加与拿尼加 都是自己最重要的家人 他不只对拿尼加道歉 同时也答应了会永远在一起 这家人之间的情谊 对一般人来说再正常不过 但他们出生于揍迪克家族 齐牙与阿鲁加就变成异类与特别的存在 一个经历过地狱般的酷刑与锻炼 另一个被家人人血对待与伤害之下 他们都保有一丝的温柔与人性 更是显得动人与难能可贵 就连所有管家都明白 内心无比善良的齐牙 在这个以杀人为生的家族有多么痛苦 那出于尼而不然的善良性格 才让管家们就算违背命令 甚至牺牲生命也要保护齐牙 齐牙不只违反家族的命令 甚至敢与伊尔弥正面对抗 这都意味着齐牙早已成长茁壮 突破过去家族给予的夹锁与束缚 真正从杀手成为一名猎人 齐牙也明白伊尔弥肯定会用念针控制自己 并且间接控制着阿鲁加不断无条件许愿 现在的齐牙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 他决定这辈子都要从家族的手中 保护好自己的妹妹阿鲁加与拿尼加 齐牙终于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 那就是带着阿鲁加旅游 可以说是为了弥补过去几年 阿鲁加从未获得的幸福 最终他与小杰分道扬镳时 两人对彼此充满祝福 却同时露出不舍 一直以来小杰与同伴告别 始终充满活力与笑容 但这次却是显露悲伤神情的离别 齐牙无疑绝对是小杰最好的朋友 尽管他曾经因为小杰说的话而受伤 现在也时不时拿出来调侃 但他依旧认为小杰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尽管两人非常不舍 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还会再见面 在漫画中这段剧情其实非常快的带过 不过在动画里 透过背景音乐与细微人物的表情 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们动人的离别 尽管目前猎人漫画的剧情进度 两人还没有再次的登场 不过光与影始终密不可分 也非常让人期待之后两人的相遇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可以按赞订阅或是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 如果影片内容有错误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出建议与修改 如果有想看的影片也可以给我建议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嗯 嗯